好 我们这个就是跟你讲科斯力的 一个是从北到南 这个就是没有科斯力 就直直下去了 来个有科斯力 我们说过右边是前进的右边 它现在感觉你方向相反 所以你会看到它是向左 可是它实际上是向它的右边 有科斯力 它的右边偏 这个是南北向的 东西向也会有 由西往东飞 没有科斯力就直直的飞过去了 有科斯力会向右边偏 向右边偏 这是科斯力 北半球向右 南半球向左 OK 好 那这是一个用来帮你解释的动画 我们地球在自转 次到一天转一圈大圈 上面一天转一圈小圈 所以次到转的快 上面转的慢 但东西有惯性 如果现在两个都不动 瞄准发射打到 对不对 但是会动 但是次到快 上面北半球比较慢 所以往前跑 那个蓝色的炮弹 维持惯性 所以比较快 所以打到前面去了 右边 右边 所以偏到右边 所以你会觉得它打到右边 偏右边 这是一个想要用这个方法 帮助你了解 记忆 北半球会向右边偏 可是这个动画有很多的 这个动画有很多的问题 这个动画没有办法解释 科势力永远都跟前进方向互相垂直 这个动画也没有办法告诉你 科势力在南北极的时候 是最大 在次到最小 次到是零 次到没有 南北极最大 这个动画也很难解释 东西方向的科势力来源 解释南北还勉强 东西就有问题 所以这个动画有很多的不足 但它只是一个小东西 来帮助你 记住 北半球会向右边偏 然后向右边偏 OK 那么我们 现在学了 有三个因素会影响风向 哪三个 第一个叫做 气压踢度力 如果你只有受气压踢度力 你的风向会跟等压线垂直 因为我们李浩老师有教压力是垂直的 对不对 压力是要垂直的 所以如果你只受气压踢度力 你的风向会跟等压线垂直 如果你只受气压踢度力跟科势力 最后的结果你会平行等压线 这个风叫做地转风 为什么要平行等压线呢 因为呢 我们的气压踢度力是垂直等压线的 而科势力永远跟前进方向互相垂直 这两个要大小相同方向相反 所以你的风一定要怎样 平行等压线 这样子科势力才会跟它方向相反 这种风叫做地转风 这种风叫地转风 地面上没有 因为地面上一定会有摩擦力 高空上才会有 天上才会有 只有受到科势力跟气压踢度力的 风向最后会跟等压线平行 这种风叫做地转风 赖黄穿丝考过地转风 OK 那如果是三个力 就会变成怎样 刚刚看过土就变成这样 刚刚讲过会有一个角度有没有 那你还记得我刚刚跟你讲说 我要你这里画几度 我要你这里画三十度 对不对 画三十度 它的角度不一定会跟摩擦力大小有关系 所以海洋跟陆地不一样 城市跟乡村不一样 但是我要你画三十度来帮我们解题 这三个力 好了 我刚刚讲说这三力层平衡 请问你哪三个力 哪三个力平衡 我刚刚也记得其他力度力 还有呢 科势力 还有一个呢 摩擦力很好 就是三个力 气压梯度力 科势力 还有摩擦力 三力层平衡 然后就有这样一个风向 好 我叫你画三十度 这就是告诉你 科势力的一个结果 这个结果 所以我们再看一个 这个动画 这个叫做止瘦气压梯度力 它这个红色的箭头 就是气压梯度力 垂直等压线 所以就直直的上去 垂直的吹上去 那么如果你只受到 科势力跟气压梯度力 科势力永远都跟运动方向垂直 它就一直转 一直转一直转 转到最后变平行 像这样 好 这个有点像深色黑色深色这样拉 最后变平行 就变平行 因为它要 一直垂直 它使它转方向 转到最后 平行的时候 就会 两个力量才会大 相同方向 相反 那再加上一个摩擦力 就像摩擦力跟前方向相反 就转转转转 转到某个角度会达到平衡 就出去了 就会有个角度 那我这个角度 我要你画30度 画30度 就是三个力量 三个力量 对我们风向的影响 对我们风向的影响 OK吗 OK